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失文集,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經有驗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肉購重促 古今重要戰役一百活 主持梁錦祥,鐵嵐 第二節 這位將軍只看他的樣子已經有型 不是假裝出來的 他真是睜了眼睛 睜了眼睛 他未成為將軍之前 即是在Galafet之前 那時候還未復國 在復國前夕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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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在第一次大戰 他在那個地方做一些哨兵 聽說他還做一個英國佬的響道 響道 然後被一個法國的追擊手 即是他在看遠鏡的時候 然後就踏一槍 然後就爆了眼球 這場戰役叫出口雙行動 其實是英國打法國 英國打法國 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傳統上 英國和法國大家爭來爭去 他就承認了一件事 打完之後 對他的心理上的損傷很大 但我想他這個是一個天生的軍事人才 即是他不當兵 我想沒什麼其他好做 也都英俊 其中一件事 我想香港人很值得聽聽 就是當時他們要跟這些 當地的阿拉伯人 或者所謂巴斯坦人 他們去鬥爭的時候 很多這些猶太人 是被人捕捉的 是 他想到我回頭很簡單 那你捕我十個 那你捕回你十一個 其實就是恐怖主義 贏了就不恐怖主義 就是一樣 輸了就是恐怖主義 即是立法國就OK 你得我怎樣做 但其實他如果立法國 就一樣被人懷是恐怖主義 是的 立法國就是叫蓋達 沒有分別 所以他們是一個 我想是很聰明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也都不是純粹的 像剛才我們所說 他們是純粹靠武力 而是文宣工作 他們也做得相當之出色 即是你看到全世界 譬如說 這些活黑猶太人 他們一定有人出聲 我覺得最震撼是 後來找到希特拉 怎樣屠殺猶太人的時候 你贏了全世界的同情 變成對你的復國有很大幫助 即是那裡百萬人死 不是說白死 不應該令到白死 應該說 不應該白死 因為全世界有很多大屠殺 但大家知道多少 譬如亞美尼亞有 比特奧義奇有 新加坡也試過 促清大屠殺 比日本 李光爾山也死了 現在羅興亞人 非洲 羅旺達 你有沒有誰說 死了之後 大家可以跟他報仇 是沒有的 沒有 那些拍出來的影像 看到那些瘦到 只有幾個骨 還未死 眼大大 可能是那時候 令到那些歐洲人 內疚 以前也有份 去做這些事情 後來德國人做得那麼絕 去看一看 其實好像看到自己 有份做 是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 所謂內疚 對猶太人 於是在1948年 經來立國 其中一個支持 會你復國的 就是蘇聯 日後再說這件事 因為我不想介入 討論裡面 純粹說他的戰役 這位仁興 由於他太英俊 也贏了 所以原來是戒女王 戒女王 戒女王 很厲害 很厲害 即是由打得 又戒得 又戒得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是考古專家 很厲害 你不要有誤解 因為在以色列 很多人都考古 是嗎 前幾年有一個以色列 將軍來香港 他來不是講軍事 是講考古 考古在當地 是所有人的業餘興趣 但是考古得來 他很厲害 他經常找到一些古董 有些人說他 好像有些神奇力 總之去到一個地方 去掘一掘 基本上找到一些東西 不知道 但以色列很多 其實是搶別人的東西 搶別人的東西 搶別人的東西 因為那個地方 本身有很多 很多民族 都留過一些東西 遠遠留場 很多東西 歷史很悠久 很悠久 所以很容易找到一些東西 但是 哪些就算意識理 哪些就算別人 現在都有很多 很多爭執 他這個人 戰略思維相當強勁 可以介紹一下 為什麼他有這種特別的作戰的戰術 他的方略 為什麼會有這種趨向 會這樣打法呢 然後說他當年在立國之戰的時候 曾經送過一個美籍的猶太人 的遺體 即是以色列的軍人 送回紐約 在那裡撞到一個美國的一個大兵 叫鮑姆 是屬於美軍第37裝甲營的士兵 這個人就跟他講了 大家是軍人 聊聊自己的事情 他講了自己當年在二戰的時候 曾經打過一場 叫做哈密爾堡美軍的戰夫營 即是去救了一班戰夫 這個戰夫營在哪裡呢 在前線的後面67公里 然後這個鮑姆的方法就是 繞過這班這樣的戰線 即是全面的軍隊繞過了 然後直接衝去救那班這樣的戰夫 而他用的方法 他們不是用什麼重武器 因為他要走得快要避開人 用輕裝甲 他用這個方法去救 而且他用的方法就是 他只有三件事 就是前進、開炮、前進 以及不留任何東西 即是一次過要打完 要令對方覺得你很多東西 即是我零零八零 我一點都不留 有子彈就打 有大炮就打完 這樣就真的被他救了戰夫出來 這個方法跟達陽的性格很相似 達陽自己也很喜歡衝到最前 也很喜歡獅子撲套 即是會盡全力去打 變成這場很成功去救戰夫的經驗 令達陽產生了一個概念 尤其以色列已經說了 我們不可以打什麼持久戰 什麼消耗戰 什麼陣地戰 他們要突擊、要快 而且要繞過對方的重兵 然後直接將你軍 這種方法就是後來在六日戰爭裡面 就完全反映了出來 還有一件事 大家記得很著名的就是安達比 就是整架飛機被人撞掉 然後沒有人想到 他們會派對士兵直接飛去烏安達 救回整架飛機回來 對 他們還要不停實驗 不停實驗 即是用真機場試擺在那裡 不停重複做 是要完全準確 才去救那個厲害 令我想起就是菲律賓的人質事件 是 即是你看到菲律賓和以色列那些 是兩種不同的 兩回事 你看到菲律賓那些東西 連槍也插不穩 是完全兩種民族 所以不要說說種族主義 是真的有分別的 好 好 譬如說這位將軍 他的戰略思維相當之厲害 但他有一件事 就是成為以色列後來的基本概念 先發制人 不要等人打 是不能等的 而且他認為特襲是成功的關鍵 即是你不要等別人部署打 你最好等他還沒站好陣腳就打 其實他們打的資訊戰很重要 所以六日戰爭那場戰事 為何能打得這麼順利 有人說是因為美國提供了很重要的資訊給他們 所以他對整個戰場的佈局 結構一早已經掌握了手 所以他一出去突擊的時候 他完全可以攻擊所有重點 即是不會浪費時間打無謂的地方 一打就打中關節位 變成對方一早就癱瘓 那你跟打架相不相似 一樣的 即是我的朋友跟大隻佬打 對嗎 大隻佬有時又高又大 打極度都不痛 那你一定要打那些弱點 例如雙袋 是的 又是那一刻 又是封喉 插眼 踢袋等 全部都要用 否則 斷手 斷手指 這些方法一定要用 否則你根本打不贏大隻佬 一定要把大隻佬 在一些最弱的地方 先打低 令他先減低他的戰鬥力 即是不要跟他拼除 即是不要跟他拼除 不拼 怎麼拼不住 人家一拼打你 打你幾天 怎樣拼除 你一拼我一拼 不行的 不行的 但大家聽起來 好像很簡單 但事情又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先發制人的概念 和政治上有衝突 即是別人打你 那你先打人 那就不對 以色列就是這樣 以色列從來都不跟你說 什麼道德 什麼枷鎖 好像當年 其實他立國之後 曾經埃及 在他上游 打算建一個水壩 即是在大陸 現在人家在泰國建一個水壩 建一個水壩 對 建一個水壩 以色列不跟你說 你一起 我就來轟炸你 炸到你無法建 為何跟你說這麼多耶穌 現在中國 在泰國邊境建一個水壩 如果那個人是以色列 炸了你九世 等你建 那是否我們可以證明一件事 以色列沒有左膠 沒有肯定 肯定沒有 而且他真的很爽快 應該這樣說 以色列是有左膠 不過左膠死了 還有一件事 他不是很需要其他人的留言 就是不用說 是 悠尋慧基 這個話你 死吧 又被人說 哎呀 你做得事出來做了一件事 一定會有人說你的 你說什麼都不對 你做這件事 一定會有人說你的 你做這件事 一定會有人說你的 如果你經常說 擔心別人說你 就不用做人 以色列就能做到這件事 你香港人都不行 你香港人動作 都會說道德高地 稍後有少少做出來 會不會被人說 道德站就不好 稍後會不會說 我們這樣跟他們一樣 沒有所謂 就贏就可以了 你管是不是跟他們一樣 你贏不贏 你輸了不同一樣 你輸了 以色列沒有一國仔 以色列沒有一國仔 以色列覺得你不對 即使我不需要道德標準 總之你對我有危害 我就會打夠你 但我要補錯一件事 就是他們現在去到這個高度 經過了很多苦難 都是二千年 不是說大家一生出來 就有這種氣魄 是經過了很多人的犧牲 即是終於醒覺 但他們的好處就是 他們今天做到這件事 就是以前的人的犧牲是值得的 至少是值得 至少這樣說 就造就了 今天為什麼我選擇這個人 就是純粹是因為 大洋將軍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一個很著名的英雄 在二千之後 由於戰爭的模式不同了 很難再出差一些 很有魅力的軍人 在那個年代 在六十年代 其實是一個相當有魅力的軍人 他從小到十四歲都當兵 然後參加了哈加納成員 即是地下組織 即是以色列的國防核心 其實是恐怖組織 但他當時參加了 被英國人拘捕 坐了兩年牢 後來出來做了英國人的嚮導 你聽說坐牢又沒有問題 即是爆眼又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只有一件事就是 你夠不夠硬正 但由於嬌兵必敗 他們打贏六七年之後 就開始驕傲 接著就開始飄一下飄一下 有點黏 所以1973年那一段 就輸得 即不是輸 但贏得很金 而且以色列是不可以這樣贏 因為以色列不夠人口 即是他跟你一個搏一個 是永遠虧張的 是 那個是屬罪日之戰 那下一次我們會講 但我們要講這個原因 其實我很希望一樣 即是香港人應該很應該學習一下 即是去理解意識你的歷史 即是 以及理解別人怎樣做人 你現在怎樣建國 這個就是 我始終覺得這樣 香港人的質素和猶太人都是相當決 即是亞洲人都是相當決 即是你真的從那個 譬如鬥志 行心 紀律 是 是 特別是對自己的要求 是 其實猶太人有些 在這方面是日本人 是 譬如你以前講過 就是 一個日本女生 她輸了場上 被人兜把聖 是 猶太人都是這樣的 是 但猶太人通常就不在 體能方面去做些事情 在智力方面 不是 他本身的民族都是聰明的 是 否則怎會有個 猶太教影響到 後來有基督教出現 是 我們下一次回來講 1967年6月是戰爭的緣起 是